主席想問是有在五月的時候買那個擠南大樓的商辦嗎 是這樣啦 我們那個選舉補助款我們也參照其他黨的一些慣例 大概在台民眾黨的規定是這樣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一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那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選的例子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要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長期要用的 是正義顯示嗎 還是作為黨部的辦公室 我個人的 這個商辦的部分就是他說個人辦公室是要可能成立基金會或是做什麼使用 個人辦公室使用 個人辦公室有非常多的要發展的需求 所以就是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所以我剛有說像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或者是他卸任了總統之後 他也有一些個人的生涯規劃跟安排 所以會有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就是蠻普遍的做法 那有確定什麼時候要入住 這個我不太清楚 可能還在籌備當中 所以可以確定是選舉捷入款對不對 這筆錢 選舉的補助款 補助款 對是給個人的部分 所以跟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個政治獻金 就是大家現在在討論像監察院申報的這個是不同的 所以目前黨主席的這個個人的這一筆款上 有大概拨多少是等於是給黨中央 或者是拨多少給他自己的一個比例規劃 這個部分他過去都已經有強調了 他在很大部分都會提供給黨務來做發展的支出 但他不會是整筆的 他一定是陸陸續續支出 看黨的需求 那這些東西他都有多話 我在上個禮拜有接到一個爆料 告訴我說 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已經用現金買下台北市的房子 那以下我會來說明 為什麼我們查證的結果證明了這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人告訴我 柯文哲5月的時候 他是買下了在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0號3樓這個物件 他的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內政部的實價登錄 他的交易日期是在今年5月10號 他的總價4300萬 這個地點在哪裡 其實是很多朋友熟悉的地方 就在立法院的旁邊 距離立法院200公尺 跟陳佩琦之前去看的豪宅 1.2億的豪宅 原力群英 相距只有140公尺 跟民眾黨中央黨部的距離只有450公尺 也就是走路10分鐘就可以到達 非常符合他們兩夫妻的需求 那我接到這個訊息 我進行了很詳細的查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新買的這個林森南路10號3樓的物件 我去調閱了二類騰本 我先跟各位說明 二類騰本 調閱的限制是沒有限制 也就代表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跟地震局調閱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紅色框框 他的發生日期呢 是在113年的5月10號 登記日6月25 這個所有權人柯某某 然後他的統一編號 也就是他的身份證字號前三碼J120 最後一碼12 他的登記的地址 就是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10 信義錄二段86項 後面因為考慮到個資 我把它引遞起來 但是詳細的其實會後我再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去比對了這個身份證字號 我們查到在政治獻金的查詢系統裡面 在112年有一筆柯文哲捐贈1000塊 給他們民眾黨中央黨部 他的身份證字號前面就是J1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柯文哲他現在的住家地址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新買的物件 他的藤本登記的地址一模一樣 好再來我們也要仔細的查證說 這一個身份證字號到底是不是他本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一張 你們的右邊這一張是他新買的物件 也就是林森南路的這一個 右邊反黃色的黃色底的這一個 是柯文哲的兒子柯富瑶 也就是柯文哲他們夫妻已經過戶給他兒子的老家的藤本 大家可以看到登記所有權人柯某某 但是他的身份證字號是F128最後一碼17 那看起來在柯家裡面 因為柯富瑶他的戶籍已經簽到了他所擁有的 現在這一間杭州南路的房子裡面 所以在柯文哲現在的居住地裡面 身份證字號是11開頭的1234的1男性 就只有他跟他兒子 那如果不是他兒子的話 現在就是只剩下他而已啊 所以就證明說這個濟南大樓買房子的人 登記所有權人也就是身份證字號J120 就是柯文哲本人 而且我又查了一下J他是代表著新竹 那F當然就不是嘛 是台北市 所以 新北市對不起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第一個登記的所有權人 他的身份證字號跟柯文哲是吻合的 再來他登記的地址跟柯文哲現在所居住的地址 這個地址也是吻合的 證明就是柯文哲就是這個房屋的所有權人 好 那我們要問他買這個4300萬的新房子 到底錢從哪邊來 我們看 藤本裡面有一個他向權利部 如果他向權利部裡面沒有載明你的貸款時間 就代表你沒有貸款沒有借貸 所以我還特別去調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柯富瑤跟陳佩琦所有的 就是這兩間房子 也就是他們現在手上所持有的兩間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 柯富瑤所有的這邊名下沒有任何貸款 第二個 現在陳佩琦名下的這一間房子 也就是信義錄二段這一間 他貸款的時間是在民國100年 那他後來 2019年12月公職財產申報 都已顯示沒有貸款 然後2022年跟2023年要選舉之前所申報財產 他也顯示沒有貸款 那就可以證明說他今年5月買4300萬的這一間商辦 就是權額現金購買 我要問柯文哲 你的錢從哪裡來 想問是有在5月的時候買那個擠南大樓的商辦嗎 是這樣的 那個選舉補助款 我們也參照其他黨的一些慣例 大概在台灣民眾黨的規定上是這樣 是這樣 選舉不是反三分之一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那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權的例子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長期要用的 是你辦公室嗎 還是作為黨部的辦公室 我個人的 好 謝謝 那那個人是說 民調民眾黨的反感度報則好感性下降 就是這樣 這個 我講是這樣 這種東西都起起落落 我們把事情解釋清楚以後 就會改善 外界形容現在蔡壁如委員 跟陳志涵是在公鬥 民眾黨有公鬥劇嗎 來來來來 你們要一次一次講 因為現在大家在形容說 陳志涵跟蔡壁如中間有心結形容 是民眾黨的公鬥劇 民眾黨現在有公鬥嗎 像這個就是太誇大了 第一點 蔡壁如也一直在黨中央 她也有位置 事實上她也一直在幫黨辦全團各地辦活動 事實上我們在現階段給她最大工作 就是在台中地區發展組織 所以她每個人就做每個人的工作 這樣不就好了 那很多醫生說買不起1.2號宅 我想問一下這個4000才買的房子 剛好跟客市長存款 就是差不多短差的額度 剛好就是1800萬 就被質疑說 是不是把政治現金挪用來買這個房了 這個完全是一個誤解喔 它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款項 就是政黨的這個選舉的結餘款 有分兩筆 一個是政治現金 一個是給個人的補助款 所以呢這個個人的補助款呢 就是給候選人來使用支配 那當然呢在我們的黨章裡面 還有就是主席過去就已經曾經多次表達 他會把他個人的這個補助款 有大部分都給黨務來使用 那其他的一個部分呢 他也會做他個人的一些規劃 所以呢他是拿來購置這個辦公室 這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外界要把這兩筆混在一起 已經是一種混淆的狀況 所以目前是民眾黨中央是搬到台坡 然後這個新的濟南的話 就是作為科主席 自用是這個意思 對就是個人的辦公室 像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他卸任之後 或者是他雖然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 還有個人的辦公室 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想要問一下就是必如委員 因為他是有認為說 他昨天他的這些發言 比較像是就是建議黨中央的性質 然後因為現在大家覺得說 你昨天的意思 是不是有一點在酸切必如這邊 就被大家說很像是公鬥軍怎麼看 我想我很多的發言 其實都是被動發言 也是多次的被點名到我才被動發言的 那昨天呢 媒體朋友來問我的意思是說 蔡碧如顧問他有點名我 是不是要來選舉 這樣子的一個在節目當中 拋出這樣的訊息 那我其實也是就法規來做一個陳述 首先政治人物在參與這個應該這樣說 首先公務人員呢在參與政治的活動 本來就是被適度規範的 那蔡碧如顧問他是台中市的有幾職顧問 有幾職顧問他就是政務人員 那政務人員當然也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他是不能夠兼任黨職或者是兼職的 所謂的兼職就是拍節目 那黨職的部分呢 因為蔡碧如顧問他有多次的提到說 好像有人不讓他回到黨中央 其實昨天也是在回應這個 並沒有人要不讓他回黨中央 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擔任的是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們就是不能夠兼任黨職 這個是比照法規來做一個說明 嗯 有數會議員確定要這樣雙標嗎 要確定喔 因為現在這個台中 那個怎麼講 這個的是Grace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有數會議員也有說這個 欸市長 他說柯文哲主席有兼任這個黨主席嘛 那我想有數會議員如果真的要這樣雙標 真的要想清楚喔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台北市政府的 有幾隻顧問都睜著眼睛在看 有數會議員怎麼樣陳述這件事 怎麼樣表達這件事 千萬不要雙標 民選的首長他是民選的首長 他呢跟一般的公務員不太一樣 所以他受到的規範不能夠完全等而釋之 但是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呃政治人物特別是公務人員在參與政治活動 是有受到規範的 只要回去翻一下公務人員的行政中立法 就可以清楚的說明 公務人員不能夠兼任黨職 這跟參與會議或者是其他的活動 是不同的事情 另外也不能夠兼職 例如開節目 所以有明確的規範 那有數會議員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法規來研究清楚 我相信他不只現在是議員 他過去也曾經擔任過台北市政府的官傳局的主任 對於這個法規的規範他應該很清楚在對 所以之前在當這個市府顧問的時候 確實當時是有參加中午的黨政會議嗎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公務人員的行政中立法 它裡面有清楚的規範 不得兼任黨職 然後不得兼職 這些規範我都牢牢的遵守 謝謝 請問一下這個商辦的部分 就是他說個人辦公室是要 可能成立基金會或是做什麼使用 個人辦公室使用 對 個人辦公室有非常多的要發展的需求 所以就是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所以我剛剛有說像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 或者是他卸任了總統之後 他也有一些個人的生涯會化成安排 所以呢會有個個人的辦公室 這是蠻普遍的做法 嗯 那有確定是有時候要入住 這個我不太清楚 可能還在籌備當中 這可以確定是選舉捷入款 這筆錢 是個人的補助款 補助款 對對對 是給個人的部分 所以跟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個政治獻金 就是大家現在在討論 像監察院申報的這個是不同的 那想問一下 所以目前黨主席的這個個人的這一筆款上 有大概拨多少是等於是給黨中央 或者是拨多少給他自己的一個比例規劃 這個部分他過去都已經有強調了 他在很大部分都會提供給黨務來做發展的支出 但他不會是整筆的 他一定是陸陸續續支出 看黨的需求 那這些東西他都有規劃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